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这个差距我们有需要去进一步去探讨 假如你能够通档 这个经文看起来就很有味道 假如你不能够把它弄清楚 那这个经文你看起来会觉得也没有意思 好像在讲故事一样 他说我得这个解脱门 那善才就说 那你在哪个佛那里学到的 那你就会想到说 他说阿弥陀佛那里 那我也要去阿弥陀佛那里 他说要是佛那里 我也要去要是佛那里 你会变成这种状况 那你会觉得说 那是好遥远的地方 对不对 阿弥陀佛从来没来过 到底有没有阿弥陀佛 天晓得啊 对不对 阿弥陀佛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啊 你说西方西方在哪里 对不对 什么时候的西方 什么地方的西方 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是能够了解到 一和佛所得此解脱 是说你在什么状况之下 能够获得这个解脱门 什么状况 佛所是觉悟的场所啊 你在什么地方觉悟到 这个解脱门 所从来一刹 是在什么环境之下 而获得的 比如说圣境 或者逆境 或者是什么状况之下 让你获得的 去此几何 距离现在的时间 那多久呢 我们来讲时间的话 通常是三年前五年前 那么佛经里面讲啊 是几辈子以前 几绝以前 那么这个成就以来 有多久了 它有什么作用呢 发挥什么效果呢 它在问这些 那你假如不从这里去了解 从文字向上来了解的话 那会显得很单调 很没有意义 这是我们从文字上 来看来了解的 这个叫做意义不依语 我们是依法 有依法不依人 再来就意义不依语 依照它的意义 而不是按照它的语言文字 依智慧不依世性 这个叫依智不依世 你要懂得这个真实的意义才对 依了意啊 不依不了意 经典有了意经典 有的是方便的 人天圣的 那就不了意 那我们要找究竟了意的 来说明 来了解 三才问完了以后啊 菩萨告言 这个正姓吴义琴菩萨 他这样这样答 他说善男子 如此境界甚深难解 这个境界很深 很难了解 一切世间天人 阿修罗 沙门 婆罗门等所不能了 换句话说 世间这么多人啊 他用的都是同一种思考方式 用那一种大脑思考的 那你就不能了解了 为诸菩萨 最甚精进 据菩萨行 无退 无缺 以能清净诸善之事 善有所事 诸佛所内 增长善根 自乐清净 得菩萨 得菩萨根 有智慧源 能闻词 能闻能词 能解能入 这样的菩萨 他才能够了解到 换句话说 这样的菩萨 他是不用大脑思考 不用大脑思考的 这样的菩萨 他才能了解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这两种人 到底这个差别 我们体会了多少 我们体会了多少 首先他谈到 这个境界甚深难解 一切世间天人 阿修罗 沙门 菩萨 摩员 等都不能了解 是指世间的天人 阿修罗 沙门或 菩萨 它用的都是一套思维模式 这一套思维模式 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人天上法 就是世间天人 阿修罗 这是人天上法 那么沙门 菩萨 它是出离法 没有错 但是呢 它是下列法 处理的下列法 那么处理的下列法呢 它也不能了解 这是从这个分析上来看 从实质上来看的话 我们法眼的划分 一佛圣啊 它不是这样讲 它说你所有的思考方式啊 通通不能了解 生命的存在 因为你只要用到思考啊 就用大脑 大脑不能了解生命 刚才我们跟各位讲过 大脑的思想运作啊 大脑的思想运作 是走入六七八四里面 当我们在六七八四里面啊 你不能够体会到啊 沙婆肉海里面是什么 因为六七八四啊 第六四是分别 第七四是捕捉 送入第八四啊 是储藏 那么第八四储藏以后啊 第七四再把它捕捉出来 送到第六一四 然后说这是什么 答案出来 这个循环啊 也不过是千万分之一秒啊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啊 我们说这是虚幻的 是不死的 是假的 因为它是一种幻境嘛 六七八四 寻回的幻境 那么大脑是用在寻回的幻境里面 生命呢 不在寻回的幻境里面 它不要去捕捉那知识的符号 它不捕捉知识的符号 它直接进入的就是生命的存在 所以我们经典的语言文字 才用那种方法跟你表达 它直接就让你去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换句话说 用六根去接触六层境界 直接流入沙浦若海 流入沙浦若海 那这个部分呢 是壁垒很分明的 用大脑六七八四 没有办法体会 沙浦若海的存在是什么状况 你要感受这一点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讲这个部分 为什么跟你讲得那么清楚 就像我们在前面跟各位讲 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们在道场里面念幻辈 念幻辈念幻辈 那么就要推一张红纸条 路过鬼神不要听 地址念幻辈 为什么不要听 那个叫下列心 我们告诉你啊 你在这里念幻辈 你要贴一个纸条 菩萨念幻辈 众鬼神听 为什么 菩萨在念幻辈 你要来护凰 对不对 那我念错了 你要提醒我 共要求大声不好听 那你要讲 不然我怎么知道 我在练习啊 那你要来护华 你在练习 为什么不要护华 你想想看 那你没有那个勇气嘛 你在练幻辈 你在打庆 好像在打小孩一样 打木鱼 好像在敲人家丑鲁一样 那当然鬼神不要听啊 那你是以那柔软心 以那一种虔诚心 在练习的时候 那鬼神他怎么会不听嘛 他看到这个菩萨这么可爱 对不对 把木鱼敲破了 他也会帮你连起来 你不是啊 你根本就是以下列心存在嘛 所以这两个壁垒是很分明的 这不是共高我慢 是你自己的信心 坚定不坚定所致 一个人没有信心的人 你看看 做什么事情都 师傅 你要吃面还是吃饭 我要吃饭好了 搞了半天又出来 师傅你饭要吃硬一点 还是软一点 我清菜啦 你吃饭要 我问你自己吃 不要找我吃 你煮个饭都问不个不完的 你没有信心嘛 你把饭煮出来再讲 我是说你天天吃饭 能不能吃面 那我说你要吃面 你就说吃面 你不要问我 你没有信心才会有这种现象 问那么多干嘛 你来说师傅吃 师傅叫吃 他没有选择嘛 你去看看百货公司的小姐 他卖东西很多 你去他顶多给你两个选择 两个奥选一 只有笨蛋才会一大堆摆在桌子上给你挑 挑一挑去你都不买 他收进去以后才发现少了一个 为什么 他不能让你做那种选择啊 你一个推销者你自己要有肯定 要有信心 对不对 你一进来他跟你打量好 这件衣服你适合 你穿了五十岁会变二十岁 他有那个信心推销 你没有啊 你做什么事都模拟两可 就怕人家骂 越怕人家骂的人你看看 他就越会被人家骂 有信心的人就不会了 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那就对了 所以一个坚定的信心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他在这个地方啊 先把这两个部分跟我们区别出来 一个是世间繁复的人天想法 一个是小胜的下列想法 这个想法呢都不对 都不能了解这个境界 都不能了解这个境界 那必须啊 是具有大心量的 他说 唯诸菩萨 最甚精进 这是真精进 你想想看 当我们把这个部分除开以后啊 大脑使用的模式除开 剩下来的是生命的模式 那就是最甚精进了 我在跟各位啊 举那一个修行的例子 给你看看 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 在座也不少 从外道来的更多 几乎很多同修啊 他不知道是转进来的 还是要从这边转出去 还不知道啊 从外道修了很多 尤其现在斜知斜见啊 一大堆 举魔啊 来了 这个师父 实在是 真的是 要想成佛做主啊 先做众生牛马 他举魔都在吹你了 他的成就啊 就在他家里了 讲话从鼻孔冒出来 啊 现在举魔啊 就在吹师父啊 师父总共在这儿魔的 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现象 这是一个通病 我们简单说 修行界的通病 因为他不会修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生活 凡夫的生活 是生活在意识现象界上面 意识的现象界上面 你现在要开始修行啊 人家就开始暗示你了 开始暗示你了 你要办一个好事 发一个大心 你要说好是好哦 可能不太好哦 那你就完了 可能不太好 他是说可能而已 然后你心里 心肯就去叹到了 就已经折衡折进去了 那你就不要发生事情 一发生事情啊 问题就来了 都是因为发心 所以才发心错误 因为发心错误 才发生这种情况 有没有发心错误啊 发心不会错误的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完全无关的 但是那个暗示很重要 那个暗示很重要 那个暗示是普遍存在的 清小姐说啊 清小姐啊 她说啊 你看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会说话 我的眼睛会放光 那你一直看 她就一直 一直说话给你听 一直放光 然后回来你就 性轻的很厉害 卢先生更厉害 那个宋巴蒂的更厉害 对不对 那什么天的更厉害 每一个都给你无量的暗示 一直暗示你 尤其你刚开始学打坐的时候 人家说你这坐要坐好 坐到一半的时候 会这样咬 你就开始咬 本来不咬啊 想一想 我不咬 我实在很笨 人家都咬了 我怎么没咬 所以你也就咬了 那人家一暗示你 你就咬起来了 没有用了 催眠术也是这样 对不对 那很普遍存在的相当多 那常常有同修讲 我这个打坐以后 来写灵感很好 我这打坐以后啊 来写书法 那字就很漂亮 打坐以后啊 作诗作曲啊 那个文诗全有 有没有 打坐以后来画画 那画得特别好 为什么有这些 这都是一种暗示 都是一种暗示 你说没有效果啊 它确实有效果 但是啊 告诉你 这种潜意识的 暗示修行法 对你来讲没有利益 因为它有正的 也有负的 对不对 产生正的 你会觉得很殊胜 产生负的 你就很痛苦 而两者是同样的 这个都不是真的修行 虽然这里面 它有很多深浅度的不同 但通通是暗示 通通是暗示 我告诉你啊 这种修行是全部都错的 没有一个对的 我告诉你 这种讲法 是很专撼的 很独断的 但是我告诉你 这种讲法没有错 我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放心 我不是很放肆地讲 这个修行要穿透 这个潜意识 进入无意世界里面 无意识里面 那才叫做真正的修行 但是无意识修行是通外道 通外道 外道也有无意识修行 所以他们会修到 那个无色界天 那很快 你在潜意识里面 也可以修到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但是很累 可是你进入 无意识界里面 修行啊 那你要到 色界无色界 那很快 有没有 为什么有些人 修行就很快成就 有些人修行就 像那个蝸牛在爬一样 那么辛苦 那么累 一般人都把它归为 素式善根的状况 我告诉各位 不是 不是素式善根 是你现在修行啊 你是在潜意识界里面修行 还是在无意识界里面修行 假如你是在无意识界里面修行 成就就很快 但是这个成就有通外道 你要知道 要怎么样区别出来 当圣修行 也是这样 小圣修行 也是这样 外道修行 也是这样 我告诉你 在无意识界修行里 容易成就 容易成就 但是不究竟 真正的当圣修行啊 用无意识来修行的话 那就真的要经过 三大二生七绝 才能成佛 你要注意啊 但是你假如在超越无意识界 而进入啊 意识界 不是意识 意识 或者我们叫做啊 横怨界 横怨当然有大有小 最大最完整的怨 那就是普贤横怨 那就是普贤横怨 进入普贤横怨修行啊 那么要穿透生命 直打啊 佛陀本怀啊 那不过一念之间而已 一念之间 你能不能肯定啊 跟你讲说 一佛圣 你说 嗯 真的这样吗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横怨界修行啊 它不比啊 无意识界 无意识界啊 它是设定目标 而那个目标啊 是属于啊 另外一种啊 启示罪用 我用启示啊 是跟暗示啊 来做区别的 跟暗示来做区别 那么 横怨里面啊 它是发愿的 它既不起事 也不暗示 它直接啊 是你命定目标 自己去命定目标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跟各位讲 你用中古真理啊 没有用 二手获得真理没有用 所以你说 地藏王菩萨发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 众生度尽欢正菩提 那我也把它立下去 我们有个同修很可爱 墙壁上就贴着 佛来佛斩 磨来磨斩 最后我被磨斩 不是佛被斩 也不是磨被斩 是他被斩的 所以你现在会看不到吗 那就是中古的 中古的 他拿着别人的真理嘛 别人的话 好 康康有力 自己就当作座佑民贴在那里 人家一讲 佛来佛斩 磨来磨斩 结果自己被斩了 他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背人家的东西 恒运界里面 不采用别人的东西 别人东西 可以当一个住员 但是自己 要能够建立起来 所以他不是暗示 也不是启示 他是自己的愿力决定 自己的愿力决定 那你这个愿力决定下去 他只有一个路 只有一条路 那条路保证你 多在意多那 保证你多在多那 你不要以为要成佛 是一帆风顺的 没有那种 南无一帆风顺佛 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 没有一帆风顺的 所以有诸佛菩萨 在过去生 他都是灾难不断的 为了服务众生 对众生欺负 对众生惹令 对众生糟蹋 但是他坚持着他的正法 这个才叫恒愿 不能够说 我发愿这样做 众生给我的压力 我就算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他坚持跨过去 这里面任何的痛苦 挫折 煎熬 在所不洗 秉持着正法的那种大毒 他勇往的向前迈进 绝不退缩 这个才是菩萨的可爱啊 才是菩萨的可爱啊 他不是说钻挑软骨头吃啊 没有啦 他一定硬碰硬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要想成佛做主啊 先做众生牛马 要想成就广大的菩萨事业啊 先得承受一切灾难 经不起灾难的煎熬跟洗涤啊 你别想要成就 只有经过灾难 跟众生的煎熬啊 那才能够看出 你的愿力啊 真成与否 是不是这样 两阵风 你就翘翘斗 等一下就全倒 一火就半倒 就要申请 这种赔偿跟补偿 那没有用 你能不能够真正的这样子 熬过去 这个时候回过头来啊 你才知道啊 生命的可贵啊 这个是 我们告诉你 修行的时候 你要看得出来 一般现在台湾佛教界 讲的佛法 都是谋尼两可的 都是谋尼两可 像我这个叫不怕死的 跟你讲得那么清楚啊 你看看电视台放出去 多少人在那边叫 这家伙 不怕死也不亂说啊 不是不怕死 所以有许多事情 你一定要精畏分明的把它弄清楚 要不然我们在佛门中啊 老是搞不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搞不清楚啊 很多人在怀疑 注念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啊 注念是不对的 注念要是对的 为什么去注念的人 都会去三太祖那里叫佛啊 为什么 你说嘛对嘛 对到哪里去嘛 对不对 你对要有对的交代啊 对的东西为什么做错的行为 可是这里面有问题啊 有问题 像这一类啊 我们都要去把它弄清楚啊 都要把它弄清楚 现在我们讲修行的时候也一样 你不要在错误的漩涡里面继续混 对你来讲啊 只是浪费生命 增加业障 你把它抛开 放下 重新来过 不用大脑思维 直接用生命的作用 直接在这里 让我们的根性啊 接触六层 直接流入沙普洛海 不要用我们的视性 接触六层 继续在六七八四上算 我们都知道用六七八四是不对的 对不对 那你不对你要用什么嘛 你说嘛 既然六七八四都不对 那第六四的这种累积知识 分别 这种分析 逻辑推理判断 乃至于重组 发明创造都不对 既然不对就不对 哪有个对嘛 我们不否认 这种大脑累积知识啊 来重组创造啊 对于物质文明的贡献 我们不否认 这确实是这个样子 可是呢 我们的生命 被空洞化了 我们的人性 被扭曲了 这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啊 大脑作用 重新呢 把我们生命的泉源呢 再挥舞过来 让我们生命的能量啊 再增长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用大脑取向以外的思维模式 那就是啊 我们所讲的 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 大脑取向只有单一答案 但是生命取向却有无量多的答案 这种正确的 你为什么不要 但是呢 我们的传统教育啊 一直把我们陷在这种错误的漩涡里面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 要如何超越它 所以对与不对之间应该很明显 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啊 继续模拟两可啦 以往我们模拟两可啊 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什么叫对 什么叫不对 你没有判断的标准 现在我们已经很明确的 可以了解到 什么是对 什么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 还要泡在不对的范围里面 而不跳出不对的漩涡 进入正确的领域 来发展我们的生命 来肯定我们生命的存在 关键就在这里啊 所以他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啊 一切世间 一切 世间天人 阿修罗 沙门 婆罗门等所不能了 都没有办法了解 都没有办法了解 唯诸菩萨 最甚精进 只有菩萨 这部分才有可能 那菩萨的思考方式啊 跟一切世间的思考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知道 这个已经经典在这里 讲得很明确的 你的心智啊 不够坚定 所以你就一直把它模糊化 模糊化 这个叫模糊目标啊 模糊目标以后啊 你没有办法肯定 你没有办法坚持下来 关键在这里 我们现在啊 能够肯定 目标不能模糊 一定要坚持啊 把它显现出来 把它显现出来 各位想想看 我们要怎么显现 我们要怎么显现 必须扬弃那些不要的 一切世间 天人阿修罗 沙门婆罗门的那一套 我们通通不要 我们要的是 菩萨最甚精进 这个部分 这个是 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啊 最重要的关键 你这个没有弄好啊 通通叫盲修虾的 你顶多是说啊 世间的善人啊 很有修养的 好好先生 你没有办法 圆满你啊 这个佛教所指的 了生死出三界 乃至入涅槃成佛道的这个标的 所以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啊 那我们应该做我们所要做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再看下面 聚菩萨行 无退无确 不但要具有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份了解 那一份了解 我们了解到这个部分 但是呢 不但了解我们更要 在这一条路上 没有退去 我现在跟各位讲 你再去注意看看 你敢不敢把我们今天所讲的 你所听到的 去勇敢的告诉别人 然后人家在指责你 在数说你的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够无退无缺 你要知道 传统的杂讯跟观念 已经升值你的脑海里 现在告诉你正确的 你只有一次经验 只有一次经验 但是过去累积错误的观念 已经很久了 现在你把新的这种东西提出来以后 外面又加给你说你不对 你就变成里外夹攻 新旧合集 共同来攻击你 那你能不能够无退无缺 有没有 有几个 能够坚持说 我对于还原一佛圣的教法 踏戏没走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大概顶多 胆子最大 就是说 跟你的老同修或者以前的师傅提一下 有人这么说 你看怎么样 有人这么说 你看怎么样 人家说 他协智协剑 他错的 嗯 那你说 嗯 好啦 不讲了 那是有人这样说 不是我说 这就退去 你能不能告诉他说 这个没有错 这个才对 你的弄错了 有没有 有一个人跟我讲 他说 你讲这样 应该勇敢的讲出去 我说 我讲你要不要讲 哎呀 你讲就好了 我说 你这种私道友的 不用私面对的 叫我去私就好了 你也倒说 我讲下去 红叠师 我没本事这样 对啊 迁就于他的 既有利益 他没办法讲 我们 不建立在任何的 利多上面 哦 我们还勇敢的把它建立在利空上面 对不对 啊 那不敢死啊 那你 敢不敢 你假如说 我只是游方各地啊 有此一说啊 也就算了 那你假如说 是想要精进的话 那我告诉你 这个宝啊 绝对不要放弃 绝对不要放弃 你一定要先做内在生命的 一个改造 先把自己的心思啊 做一番啊 寻理 你怎么肯定 这个法是对的 然后慢慢把它过滤掉 把旧有的给筛选掉 我们那个叫做下列杂训 未来的这些杂训啊 你要怎么样把它抛弃 你假如不抛弃啊 对你有很大的障碍 不是说我讲的就对 你们一定要照我讲的 你也可以不照我讲的 但是呢 一佛圣的修法 它是这么的殊胜 我们有这个义务啊 要把它告知各位 不能够说不讲 但是告诉你啊 你自己去抉择 因为 一切权力的抉择 超知在你 不在我 我只是告知的义务而已 你自己啊 要能够啊 善自明辨 善自明辨 下面讲 亦能清净诸善之士 你能清净善之士 能不能真的把这种真理 跟非真理 跟你剖析出来 你看当年是真 在当时没有佛法的时代 他把他所证得的 他很勇敢的讲出来 有没有 很勇敢的讲出来 当时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讲 你能体会得到吗 你能了解他的心境吗 有没有 你知不知道他在讲的时候 多少人恨他 所以有人要害他 有没有 用石头 推石头 要把他压死 把那大象灌坠 要把他踩死 到后来呢 他还是被害死 有没有 世尊到后来还是被害死 你有没有这种勇气 为了真理 绝不退缩 你要能够在这个方面 才能够清净善之士 因为在真理的上面 去清净善之士 而不是在世间法中 世间法中的善之士 那是虚伪的 他可以告诉你 一些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 这种简单的因果律 但是要你走出 三界轮回 他没有办法指导你 他只能够办一些 中古的真理 中古的真理 都是旧有的 人家讲的 拿来给你听 当你跟他缓驳说 你肯定一定对吗 假如出了事情 谁负责呢 他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是以前大德某某人说的 假如要编英国 你应该去找他 不是来找我 标准的中古啊 对不对 我们告诉你的 不是中古的 全新的 原装的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进口的 告诉你这样就是这样 有事情找我 我替你负责 不一样啊 你能肯定吗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 已能亲近善知识 你亲近这一方面的善知识 而不是亲近那些 不跟你负责的 你进到这个道场来 这个道场就要加持你 你接受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秉承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传承 他就应该要灌顶你 你来接受这善知识的指导 这善知识必然会克务你 绝对不会让你出事情的 所以为什么跟各位讲 要原念善知识法门到场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假如不能依此而建立这种信心的话 你独立 你要自己成长 不是谁人家说的 告诉你 个人吃个人饱个人修个人疗 你就是要独立啊 要给你一个真正你独立可行的那个东西 这个道场可以给你啊 你要有绝对的信心啊 要有绝对的信心 下面讲善有所赦诸佛所念 善有会射受你 佛会啊 护念你 那你会讲说 师父 他怎么样射受我 佛 佛是护念我是有可能 因为佛是万能的 那师父我坑他一口腿腿啊 早上还要吃早餐 午饭还要吃午餐 他怎么样子来射受我 你不要从这向上 看上看啊 善知识之所以为善知识啊 是因为他有法 没有法不叫善知识 你记得这很简单的一个定义 那么要射受你啊 是因法来射受你啊 善知识跟十方诸佛啊都一样 法是绝对公开的 绝对公开的 你受不受射受啊 在你不在善知识 你要弄清楚 这当中就是说 我们以一个行者 接受人家的教导 你这当中有没有瑕疵 你先问问看 我是不是堪成法器 我是不是一个法器 诶 师父讲这个 嗯这句话讲得很好 好我捡起来 嗯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不要 有没有 你不要你就破洞了 我告诉你 往往在你说 你不要的那个地方啊 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的 是你用头脑想要的 跟你说 你不要的 是你头脑想象不到的 那才正是你需要的 可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是啊 有够冤枉的冤枉啊 有够冤枉的冤枉啊 那我们进入道场里面干嘛 所以 圣友在射受你的时候啊 我们是这样子 跟你讲啦 听啊 是你的 不听啊 那就算了 因为再讲下去啊 没有意思啊 我们道场这个就很清楚了 你在指导他 你在指导他 你真的想要指导他的时候 他嫌你啰嗦 你不想理他的时候啊 他又说你不慈悲 那你不知道要当啰嗦的 还是当不慈悲的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 你说 要怎么射受你呢 关键在你自己啊 不在于善由 善由射受众生是平等的 他每个人都倒一样 500cc的量倒给你 但是你的杯子已经满杯 他根本倒不进去 他也倒了 你没有收到 因为你不但满杯 杯子又盖着 有什么办法 叫你把杯盖拿掉 你说你要抢我的杯子 叫你说把里面的倒掉 你说你那么专 专制 那你说要怎么办 所以 成与不成啊 端在自己 完全看你自己 你自己必须要能够放得下 所以善由所赦 诸佛所念啊 各位要能够知道 他确确实实啊 这一点一点都不错 绝对不错 最后一个 再下面一个 增长善根自乐清静 在我们修道人的立场来讲啊 善根只有增长 这个善根是指什么 你生命作用的这个部分啊 一再的发展 这个叫善根增长 你那个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啊 越来越淡薄 这个就叫做善根增长 当你纯粹都在生命取向的 思维模式里面啊 这个就叫做自乐清静 叫自乐清静 你只要有一些啊 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啊 那就叫不清静 就叫不清静 我用这样的解释啊 应该是很清楚了 那么大脑取向 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 你不懂啊 那你要从头听起啊 要从头听起 这个不是 我们讲的不清楚 这在我们来讲啊 已经讲的太多了 讲的太多了 各位应该在这个地方啊 有所认知 有所认知 这下面 的菩萨根有智慧源 有菩萨的善根 有使用生命取向的思考模式 的这一种善根 有智慧源能够运用 叫做智慧源 我们把这种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啊 叫做纵向思维 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啊 叫做横向思维 横向思维对我们都是污染 都是污染 纵向思维对我们才能够叫做清静 那么怎么样运用纵向思维呢 你必须接受佛法的训练 那么这个训练的部分啊 我们前面也跟各位讲过很多 包括诵经 包括念佛 包括拜佛 持咒 打坐等等 这个部分啊 我们都跟各位讲的很多了 很多了 至于这部分要如何去进行啊 那是个人的事 你要念佛 或者要持咒 或者要拜佛 或者要诵经 那都无所谓 对我想那不是重点 关键是你要去做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体股灌顶上面啊 跟各位讲了很多 课堂上啊 段段续续啊 也各位举了不少的例子 那么各位可以从啊 讲习中啊 去研究去研讨 这个是 从行法中来讲的 能闻 能词 能解 能入 换句话说 这个法门啊 这样跟你讲 有的是听不到 没话说 有的是听而不信 这个也没有上根 有的是 这个 能闻嘛 就能听到 能信的 才叫能闻 那么 信 虽然信 而不受词的 那也没用 所以他讲 能闻 能信 能词 能词要能解 能够震入 这个都是一系列的 行法次第 这个行法次第啊 另外有一套系统 这是一个 思维模式 我们在 这个探拳记的课里头啊 跟各位讲过 思维模式有好几套 怎么样子去运用跟建立啊 那个部分我们跟各位讲太多了 这里 我不想再讲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各位 思维模式不是只有一套 不是只有一套 它有很多 现在我们跟各位讲 大脑倾向的这种思维模式 跟生命倾向的思维模式 那是两大壁雷 在生命倾向的思维模式里头啊 它有无量无边的思维模式 所以叫做无量无边法门 无量无边法门 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跟各位讲 凡是你发觉到 有生命倾向的思维模式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已经破一封无名正一封法身 已经破一封无名正一封法身 这个时候啊 在一般的佛教里面来讲 通通叫做成佛 通通叫做成佛 那我们是指在这个基础上啊 要去修学无量无边的法门 这不一样啊 一般人来讲成佛就完毕了 成佛以后就叫the end 剧终 戏演完了 我们法源在这里告诉你啊 这个破一封无名正一封法身的时候 才揭开序幕 这个时候才要开始 所以我们说人生是寻难的 这个生命啊是芳芳的 人性啊是很亮丽的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啊 我们这个时候登堂的 都是啊 常乐我敬 不是苦空无常无我 你要搞清楚啊 这完全不同的世界 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么像这一种思维模式啊 跟原来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在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当中啊 那相当相当的多 它是法界 从从无尽 无尽法界的源起 它从从无尽的情况 它相互交织 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解开 你可能找到源头 但这个源头跟那个源头呢 它有相互之间的关系 所以进入这个里面来修行的话 那我告诉各位 就好像啊 我们泡温泉的时候啊 那地上啊 一直冒那个温泉水气出来一样 这边啵 那边啵 这边啵 它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生命啊 就像这样的精彩 像这样的精彩 你只要把自己放轻松 让它浮起来 那水气一翻 你人就会在那边翻腾一样 人生就是这样的美丽 就是这样的自在 那就看你了 就看你了 你要把它锁死在啊 一个死角落里头 那是你的事 修学佛法它告诉我们 走出来 走出来 不要把自己逼在那个角落里面 一定要使自己能够走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迎接的生命啊 那是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壮观 这个 告诉我们 这种无量无边的思维模式啊 你要自己去建立 你的思维模式跟别人的不会一样 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 所以解脱门也不一样 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从文词解入这边来讲啊 它是一套思维模式 清凉国师的信解行政 是一套思维模式 有没有 这不一样啊 那你看你还要再怎么划分嘛 你自己要去建立啊 思维模式要你自己建立 我们去研究人家的思维模式啊 是来作为我们建议自己 思维模式的一种参考 你知道吗 这是我跟各位讲的一种 非常大的福报 这个叫做正向成长 正的方向的一种成长 当年我在学习的时候 没有这种机缘 我只好采用逆向成长的方法 来做训练 因为谁教我啊 没有人教我啊 那要怎么办呢 我只有反其道来行 对 所以移情守得很紧 你们现在很多移情 根本就不守啊 对不对 你知道移情那两个字 那两个字的符号 移情是什么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 有没有 犯了刚才所讲的毛病啊 师傅一直讲移情 移情提移情 对我回家都提移情 怕移情忘了 就把他写提移情三个字 写在门门上面 那结果呢 忘了已经贴了三个月 没看过一次 为什么 你的惯性啊 会使你忽略掉 各位你进来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月有新书 有新的录音呆 都没有人看到啊 公告在哪里 不知道啊 公告老人在哪里 从来没看过公告 为什么 你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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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不要啊 去套用别人的 但是呢 我们已经给你一个很完整的系统 很完整的系统 希望你啊 能够依照啊 这个系统去自我训练 去自我训练 照样啊 可以有大成就 可以有大成就 我们希望各位 在这个地方啊 你能够真正找到 生命 复活 生命 再生的 这种 活水源头 那这样子啊 我们这辈子 在这个世间啊 将是你多生理觉以来啊 最灿烂的一刻 最灿烂的一段生命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